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鱼豆 根据小伙伴们多方面提供的线索 鱼豆了解到 当一个人在封闭的环境下待久了 也没事干 就容易多想 一多想 那就一怒 抑郁 或者是精神失常 以为自己其实是一个动物 想想都有点可怕呀 所以呢 实在闲得无聊了 那就应该适当的玩一些娱乐活动 就比如棋盘 可以避免我们成为精神病的有效工具 话不多说 今天已经是我们在地下室生素的第八天了 之前出门探索物资男主人一脸疲悲的回来了 不过这一趟啊 总算没有白忙活 看着还算充足的水跟罐头 我对接下来的生存充满信心 不是 这是啥 比猫还大的老鼠 现在还有两条尾巴 妈呀 难不成这年的老鼠都变异了 还好在地下室有一把猎枪 哎呀 食物那就是命啊 绝对不能让变异老鼠给抢走 然而前脚刚赶走了大老鼠 没几天 避难所就来了一只 会掉屋的蟑螂 很好 连虫子都开始往艺术方向发展了 但是能杀蟑螂的工具啊 杀虫记跟书 一个都没有 我现在只能祈祷 饥饿的大女儿 不会饿的 把那个变异的蟑螂给吃掉 咦 因为没能成功地赶走蟑螂 于是他非常嚣张地就在这里住下了 天呐 看到他身上还会发出绿色的光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 就是一看到蟑螂浑身发毛的感觉 而且这只蟑螂还会叫 外出探寻资源的小儿子 在垃圾箱里捡到了一个收音机 这回应该不会错过 居方发布的消息了吧 不仅收获了收音机 在第15天的时候 在一处强盗的地方 还发现了一只小猫咪 这只猫叫沙里科夫 哎 你们看看啊 我总觉得这只猫 没有那么简单 哎 你们说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好吗